今天我嘉信和哲敏同志 我们两个今天召开这个记者会 主要是以这个霹雳工章委员会成员的身份 来召开这次记者会 那我们今天的记者会主要目的 是要针对最近闹得飞飞扬扬的 针对中霹雳 声称有一块土地 本来是作为机场拥土的土地 结果被售卖了 那我们作为这个工章会成员 我们认为这个事情是涉及到公共利益 然后这个事情应该要尽快被带入 霹雳工章会的会议里面去商讨 那我们在这个事情 从上个星期周一会开始发展至今 其实我们通过两个确实的这个说辞 我们通过我们Exco Lintang 他在组议会里面说明了说 在这个2018年2月28号 就是在Dato Sri Zambri 做大臣的时期 其实已经有一个设计 478公顷的土地 位于Seliskandar的土地 已经政府给了BKMB 就是霹雳州发展机构 那过后 其中的188.13公顷的土地 通过霹雳州发展机构 已经转售给其他的私人公司 所以意思是说 很大的一片土地 里面中间一部分 已经卖了给其他人 所以这也是 Nato Sri Giffle 在组议会里面表示 这个机场的土地卖了 所以建不成机场 那过后 我们也得到 周五大臣进一步的这个 确认 他也在一个活动上说明 这个土地 是在西蒙时期 已经卖掉了 那当然在过后 就有其他的 包括前行政议员 表示根本不知道 这个土地被售卖 作为前霹雳州发展机构的 董事部的两位成员 Dato Asmouni 还有Dato Sri Niza 也否认有这个事情发生 他们也针对此事 报案 报警和向这个反探局投报 所以我们认为 这个事情是涉及动众的利益 而且我们有很多不同的说辞 然后这边土地 其中也有很大的这个利益的关系 所以我们认为说 我们要求他在近期内去 调查这个事情 因为我们不单单只是要确认 到底这个土地 几时收买 我们很多基本的 整个土地转售的过程 我们都要去了解 我们要去了解到底在这个过程 它是如何从这个发展机构 转售出去的 它的售价是多少 它在通过那个程序 它需要MB consent 它需要做转名 它需要得到这个规划批准 Gubinara Mnanchang的过程 到底是怎样进行的 那如果说大臣之前说 这个地本来是保留来做机场的 他说Result 就是先报 如果已经有先报的话 这个土地怎样就可以卖出去了 所以种种的问题我们认为 有很大的疑问 而且涉及公众利益 所以我们今天来到这个 工张会的会议室里面 然后我们也跟主席商讨过 我们要求尽快的去召开这个工章会会议 进行调查这个事情 况且我们两位还有其他的成员 其实我们是在去年的8月25号2021年 我们被委任作为这个工章会议成员 至今我们只是曾经召开过一次会议而已 所以我认为说他有他的迫切性 还有重要性 应该针对这个事情召开会议 而且我们还有很多其他的课题 我们还是还没有做针对性的调查和讨论 所以我们认为说应该尽快要去理清这个事情 不要让这个事情只是沦为口水战 而应该将全部的文件 全部相关的人士 包括我们的前作务大臣 Dartus III Advisor Azumu 还有现任的大臣 Dartus III Sarani Muhammad 还有包括BKMP的董事部 前任的成员 还有现任的成员 还有其他相关的土地局 这个土地矿物局 我们中批力的市议会 我们中批力的这个土地局 还有其他相关的单位 都必须要召来做这个公正的用途 所以我们认为非常迫切 应该尽快的去召开会议理清这个事情 谢谢 我本身是有跟我们的公正会主席 去了解沟通了 通过电话 那他暂时最近的时间 他说因为是在接纽约 所以他的时间比较紧 所以他说他会尽量的去安排时间召开这个会议 我们也承诺啦 我们会全力给予配合 只要他要召开会议 我们就越来越 cut out 因为这个事情有他的迫切性在 好 OK 现在你们建议传造谁呢 我们建议刚才就好像我讲的 我们最基本的在这个前任大臣 Dato3 Pfizer 我们的这个Sarani现在的大臣 我们之前BK&B的前任董事部成员 现任的董事部成员 然后还有土地矿物局 中批率土地局 中批率市议会 然后还有其他相关的部门都必须要来去 作为这个共振的用途 那当然这个我们还是要回到会议去决定啦 到底还有谁是必须要对这几事件负责也好 或者是有参与的 都应该要一并照来做这个共振 对 谢谢嘉欣 各位记者媒体朋友大家早上好 欢迎来到我们今天这个霹雳州工赞会的记者会 今天我跟嘉欣在这里 召开记者会是以霹雳州工赞委员会的成员身份 召开记者会 我们将会在来临的会议里 工赞会的会议里提出要调查霹雳州机场土地被转卖的这个丑闻 OK 而且我们也承诺霹雳州公赞会的成员将以公正无私不分党派的这个精神调查这起丑闻 我将会在来临的这个工赞会会议里提出从三个角度调查这起丑闻 第一 第一是否这个土地转卖过程有经过震荡和合法的法律程序 因为现在有指控说前BKMB的董事局成员说这个是没有经过董事局批准 OK 也没有经过合法的批准 所以我们要调查 OK 我们身为工赞会有这样子的指控我们应该要调查到底这片土地有没有在合法的程序下出售 OK 假如 OK我是说假如啊我们还不知道有没有 因为我们还没有看到文件我们不知道 假如这片土地是在没有经过震荡和合法的法律程序下出售的话 那么我们就会请示我们的州法律顾问 OK Legal advisor 因为他不单是BAC的成员ex official 他是坐在里面当然成员 他也是BKMB董事局的成员 OK 所以他我们会请示他 假如这个土地是没有经过震荡程序出售 我们佩裕州政府能不能锁回或者是取消这项买卖 拿回这片土地做来机场保留用途 OK 这个是第一个角度 第二个角度 比利工赞会将会调查这块土地188公顷 或者是470英亩 大约470英亩 Hectar是188 这片土地被售卖 他的价格是否远远低于市价 OK 我们要调查是否有任何的这个可能存在贪污的成分 OK 我没有说有还是没有 我们要调查 OK 因为现在外面有指控说这片土地卖的价钱相当便宜 这个是外面的指控 所以工赞会有这样子的指控 我们应该要调查 OK这个是第二 第三 也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要调查是为什么 当这片土地被公布在宪报以后 他还可以被转卖和被转让 这个对我来讲是非常震惊的 因为他代表着州政府里面的制衡机制已经崩塌 因为一旦一片土地 你被颁布在宪报作为公共用途以后 作为机场用途 他是不应该被转让的 不可以的 在指定的时间内 是不可以被转让的 只可以做机场用途 直到可能政府做一个决定 OK我们不要建机场了 我把这个土地从宪报 从移除才可以卖 但假如一旦你颁布宪报以后 为什么可以卖 所以这个是我们很奇怪的 而且现在 周末大臣还说 已经批准了那个KM Gubernera Meranzang 这个叫什么 规划准证 就是说已经可以 发展上可以在那边开始发展了 所以这个是非常荒谬的 我们要调查 为什么会发生这起事件 因为假如 一片被公布在宪报的土地 都可以转让 这样我们普通人的这个土地 或者是房子 不是更加危险 所以这个是我们要调查的 然后如何可以强化 这个政府里面的这个制衡机制 这是我们工程会必须探讨的 OK 所以为了理清这种种的这些疑问 这三个角度 我们必须得到第一 因为我们现在什么资料都没有 我们只是知道那块土地在Iskandar 我们知道是470 acres 什么都不知道了 所以我们第一 我们要找出这个买卖合同 到底在那里 是谁的签名 到底是谁签名 卖这片土地 OK 买卖合同上面 价格是多少 卖给谁 这些我们都要知道 日期什么 OK 买卖合同 第二 我们要知道这个土地的lock number在哪里 因为确确土地我们到今天我们不知道 我们有lock number 我们可以去土地局查整片土地 从以前到现在的这个历史 transaction我们可以查到 OK 所以我们会提除了是传造三任前周大臣和现任周大臣 就是Dr.Sarani Dr.Sarani Dr.Amafiza 以及Dr.Zamri 三任周大臣 我觉得非常关键的两个证人是现任的PKMP执行董事 CEO 因为他他现在是CEO 他有文件嘛 你要叫前董事拿文件他拿不出的嘛 他已经不在了 OK 现任董事他应该出示买卖合同的文件 OK 我们会传造他现任董事是Dr.Riza 以及当时的这个执行董事Mama Arif OK 这五个我认为是关键证人 我们应该首先传造 然后接下来我们有需要还会传造更多的证人 来理清整起事件到底是如何发生的 然后最后我要补充就是 我之前有提过的这个文告 我出请周五大臣非常重要 再提一次 出请周五大臣马上吊销 在Street Iskandar县这片土地的这个 规划准证 因为你已经是公布宪办了 不应该有任何发展 直到整起事件我们理清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我们到时候再决定要不要给他继续发展 所以现在应该在调查当中 应该暂时先吊销这个规划准证 不允许任何发展 直到我们查清楚到底是什么回事 所以今天我跟嘉欣我们个别都已经写了一封信给我们的这个工章会的主席 Gunnering 要求马上召开一个会议来调查 召开听证会调查 霹雳州的这个机场土地被转卖的这个丑闻 我也是要求他 调查 累积很久了的这些 之前的这个查的案件 我们之前从2018年就开始查的 Maps电影动漫乐园到今天还没有完成那个调查 到一半 然后霹雳州大臣 也在州议会里面承诺 我在州议会里面提问 他承诺会把PWC的这个法务审计报告 Forensic Audit Report 提交到州议会里面辩论调查 根据他的字眼 他说 他说 这份报告是 专业的被 提呈或者是被 准备 我们用专业的这个精神来对待他 OK 这个是达州许萨安尼的这个 很难话 所以我们希望我们可以马上召开的这个 工厂会来 调查 这些所有的按键 包括这个机场的低端按键 好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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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